咱们这会下冰雹吗 问问去 我们这边会下冰雹吗 这种强对流天气在下季 如果比较剧烈的强对流天气 可能会伴有冰雹 现在我们这种强对流 这次强对流影响的 我们主要考虑还是 短时强降水和雷薄 这两种天气现象 看来这下冰雹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这下雨应该是确定了 受低窝影响 预计27号夜里到28号白天 郑州有中到大雨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等强对流天气 主要的降水时段 是在27日的后半月 到28号白天 过程的累积降水量 预计是在30到50毫米 需要防范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 农田滋涝和山洪 中小河流洪水 以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你在这研究啥呢 你能看懂吗 不会吧 你看不懂吗 这黑色的小点点就是在下雨 这个小道道就是在刮风 那你跟我说 你都研究出来点啥 可不是我研究出来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 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可能会有大雨来到 尤其是在河南省的 中南部中东部 像洛河 周口 商丘 这些城市的小伙伴 回程可得要早尽早 不然的话 可能会和大雨一起到家 同时才会发布的信息 在这些城市的小伙伴 在这些城市的小伙伴 感谢观看